儿子是于老师的徒弟 挺好 师出名门呢 不敢当 有个师父样 这几天 让我儿子上他们家住去 快演出了吗 哪对哪不对 从头到尾给指点一下 指点不敢当 挺好 带着孩子出去吃饭去 这点来说 你是这份 那是应该的 疼孩子 对 告诉我儿子 走 师父带你去 吃西餐 你看 吃点洋东西 弄着我儿子 就被永和豆浆了 那儿吃西餐 四瓶啤酒 两碗豆浆 吃这个 吃完了孩子 废叶子都飘起来了 至于不至于 师父 真是西餐呐 这么个西餐呐 一点儿干的都没有 全是西的 您不来点干的吗 嗯 啊 行 又给要了两碗豆腐脑 哎 豆腐脑算干的 吃完豆腐脑 于老师还要牙签呢 是啊 把我儿子气着 你以为能踢出肉丝来的 要不刚才是什么什么什么西 什么什么什么西 什么呀 你这是 报复 其实于老师 有钱 谈不到 真的啊 喝点豆浆 对身体有好处 那是不 整个说像是 这堆里边要说 谁有钱 嗯 你看 谈不到有钱 哎呀 啊 有句老话说的好 嗯 于老师 有钱不在褶上 哎 我是包子 是怎么着 包子有肉 不在褶上 包子有肉 不在褶上 啊 于老师有钱 哎 又不知你们哪位 见过于老师的哥哥 啊 大金链子 哦 比沙僧那还大 哈哈 做这么长一金链子 咱们净看那个 假的金链子 啊 有那个皮大嘴 带一金链子 是 一下水洗澡 飘起来了 哎 塑料的 塑料的 人他哥哥呢 真正黄金的 呵 大链子 多少钱 啊 一下合 嗯 淹死了 哎 太沉了也不成 你想不到的事情 就说的是 想不到的事情 天有不错 风云 啊 不光有钱 啊 还有财呢 哦 财气 后台的大财子 哎 不敢当 没事跟家写东西 啊 给谁签字 哦 后台观众 于老师签个字吧 嗯 拿个笔来 写名字 哦 我还有俄罗斯血统似的 我这名字这么长呢 竟写错 哎 这就更不怎么样了 没事跟家写东西 啊 写 哦 这些人写冰法呢 我写冰法 当年啊 嗯 有一个孙子兵法 对 他 模仿人家那个 也写 写新的 哦 我说 千哥 哎 别 嗯 别叫千哥 叫 请叫我孙子 哎 我这不见骨头吗 这 我还没够 我是怎么着 孙子兵法 啊 那不是那辈儿 好人 人倒好 竟干好事 应该的 这叫什么呀 嗯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这是老话 真的 嗯 您可能没琢磨透 哦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怎么讲 有钱的人 嗯 竟琢磨做好事 哦 天下万事 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有钱 有了钱 人的素质就提高了 是吗 我们老说呀 某些国家的人呢 遵守交通规则 嗯 半夜两点了 走到红绿灯那 还等红绿灯 那是好事 您记住 有钱人才这么干 是吗 我有很多的钱 可别让车把我撞死 哦 这么想的 钱得看 灯都绿了 还不走 那也生神经病了呢